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Lex 今天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一根Note 22 S22的一些心得 不是故意 是真的 突发情况 那在之前呢 我的安卓主力大家都知道 我都是用Bine X3 Pro摄影师吧 可以用它那么久的原因呢 其实也很简单 在去年骁龙爸爸把全球火爆的一年 它是在云云旗舰机中我用过最舒服的一款 那之后其实我也是有上手过不少的安卓轻旗舰 或者是旗舰机 可是都没有怎样cue到我的心 但在一次发布会亮相的S22 Ultra起呢 我就下定决心要它做我2022年的安卓主力了 原因其实也很直白啦 我本身是三星粉 但我是Note 也是SD 档 去年S21 Ultra的辨识度虽然是很高 但它毕竟怎样都不是Note 的那个方阵屏幕 然后呢 Exynos 2100确实是真的有点热 所以那个时候我拍完视频没有多久呢 我就拿去卖啦 而这一次除了回归Note 的设计 还有用上了小用处理器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样至关重要打动到我 就是有说服力的东西 就是这一次三星呢 在软体呢 都有新加更优化了不少的功能 那至于实际的详细是如何的呢 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懂得其实都懂 这一次S22 Ultra能那么好卖的原因呢 是因为他们加买了Note粉们的销量啦 确实在我第一次拿上手的时候呢 那种感觉真的是似乘小似 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小似的 并不是Note 20 Ultra 而是S24 Ultra 虽然很多科技大大们都说 比起去年的高辨识度镜头模组 今年极简的风格模组设计是没有很特别啦 但是那这里的话对我来说其实还好 因为我就是真正是嫌 去年的那个模组设计 会让整个机身看起来太厚 而且也没有很特别和我的演员 而这一次的镜头模组辨识度没有那么高 但耐看而且整洁 也解决了世界上厚度的问题 只不过唯一吐槽的地方是镜头那边 是真的很卡回程 那Note的这个机身设计呢 我相信一直以来都是Note粉们的信仰 就是极致对称的做工 还有非常圆润几乎无缝的一体机身 那这个我相信目前业界呢 也只有三星是做到罢了啦 虽然它的重量厚度跟轻薄看起来呢 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啦 但是也不碍于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握持手感 那这两个星期的使用呢 还是会非常明显的觉得它很厚也很重 但是不至于会用到不舒服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在手感上 三星呢还是做得很好的 这一次的S Pen也采用了这个磨砂塑料材质 手感比起之前的亮面塑料出了好拿不少之外 也少沾了非常多的滋味 然后延迟呢也从上一代的9毫秒 变成了这一次的8毫秒 但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啦 因为S Pen对我来说热场的用途就是 偶尔写下要买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快速截图而已 够用就好 那至于S Pen还有一些其他非常多的功能呢 但是可惜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到 所以就这样了哈 今天S 22 系列出的手机壳呢 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啦 而 Ultra 作为该系列的机种 当然是也不少的啦 那这样不得不说 这一次 Samsung 在 Pre-order 方面给的 Free GIF 真的是非常的良心也非常的有争议 虽然我还是会听到很多人的Twitter在那边投诉 他没有给电视机的觉得他很坑 但我觉得比起有商们给的那些有的没的的 Free GIF 啦 三星是直接给个手机壳 给个800块的 voucher 你去官网买你要的 accessory 我觉得还是蛮贴心的 你要买手机壳 耳机还是手表 随你便 那这样这一次因为 Lex 呢 是直接拿了三台 S22 Ultra 所以 voucher 是真的有点多 我也趁这个时候呢 上手了一些手机壳 跟大家分享分享啦 首先我们来分享这一次 Pre-order 都会送的 Silicon Cover with Stripe 吧 顾名之一就是在原本 硅脚壳的那个基础下 放下一条壳换带下去 然后顺带一提下 这个 Stripe 跟 Flip 是一样的 所以它们两者呢 都是可以同用的 这里就不得不佩服三星真的很厉害啊 这样子就打开了全景的产品链 一条袋也卖八十块 还真的看到非常大的商业机会啊 这样废话就少说 先说回这个手机可 我觉得本身的用途是可以透过袋子 去更好的单手握持手机 但是可惜的是 即使我调节到第二档 也只能放到三根手指而已 所以多出来的手指 让我觉得手感怪怪的 不过它老是真的很老 确实这几天我都喜欢套着来用 最大的好处是因为手机本身很大 所以如果不套着的话呢 会很难解锁 但是套了之后 轻轻一摆那个手指下去 就可以解锁了 而且也不会熬到那个手指不舒服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唯一我觉得比较大的缺点是 可能重量方面 本身S22 Ultra就不轻啦 如果加上这个壳的重量呢 确实会给手带来一定的负担感 不过这里我觉得还是各话入各言啦 第二种就是经典的细胶材质啦 本身它用的是舒服 而且不会那么快粘手的材质 一般来说可以选择的颜色也比较丰富 如果你要讲Peng Leng Jeng 那肯定它是挡之无愧的啦 第三种也是传统的皮套 整体的质感是非常好拿的 看起来很有商务感也很精致的摆在你眼 按键跟镜头的保护圈呢 都用了这个金属制作 按键的手感从外观的保护性 一下子就起来了 我觉得很可以 只是皮质实际上的质感还是有待加强的 因为这个壳我其实这几天都是拿来拍素材吧 我完全还没有开始用 就已经盲目仓宜了 我真的想象不到实际上 我要用到多少天就可以完美的摧散它了 最后一种就是Smart Clearview Cover啦 它跟以往三星传统的边条设计不一样 这次改在了右上角的一个小小的资讯栏 而且也不再有一层透明塑料在外面了 那用户这一次呢 就是实际就触碰了一个屏幕的 但那些功能方面呢 就跟以往就是差别不大了 才只用了树皮 所以好磨是好磨 只是跟刚刚的壳一样是没有那么耐用的 而且这个重量我真的是不敢恭维啊 但有一点我真的蛮喜欢的就是它的覆盖范围呢 是全面性的 那如果说保护性最高的保护壳呢 那就是肥安莫属啦 如果给我选呢 我首选还是皮套啦 然后就是Silicon Cover with Strength 然后就是Silicon Cover 最后我才会去到翻折的皮套啦 那三星的屏幕其实也不用我这样吹的啦 如果我跟你讲它的屏幕很差 那肯定是为了黑而黑的 操枪的工艺还有极窄的边框造就了整块屏幕的每个细节都是满满的亮点 虽然2K加120Hz两个设置一起开呢 真的是很吃电 但是我觉得买三星不就为了最好的显示效果吗 实际的使用场景上我觉得这两个的化学反应 确实给到用户最好的视觉饗宴 所以我宁可吸尘续航 我都要留住最强的屏幕设置 那讲到它这个屏幕的设置啦 这一次三星呢也加入了一个叫Vision Booster的这个功能 它的原理大概就是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整个萤幕的像素点 简单来讲就是Tone Mapping啦 那目前手动的话是关不到的 因为在系统里面呢你也找不到啦 实际上的用处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好像你当我的打灯器是在外面的强光就好了 在当强光的照射下是不是你觉得我的屏幕的可视度越来越高 但是你不会觉得那个屏幕的颜色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然 那在室外对用户来说高亮度在家 这一个功能呢就会解决平时大部分阳光指示下都会看不到的一些场景和问题啦 震动方面这一色S12 Ultra改了机轴马达 不论是打字还是拍照的反馈力度呢都是不可挑剔 它的调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回馈力度 只是有一点对很多人来说呢有不好的就是 相比起之前的吸手马达 它这一次不能做到震耳欲聋 例如放口袋的话基本感知不强 如果这段时间我没有带Wash Fold的话呢 我真的会有一直miss call的这个问题 那影响好是好,强是强 在整体的环绕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应该10个人有9个在打横拿的时候呢都是打孔镜头往左的 可能因为这一次S Pen加入的关系就影响了一贯的零件排布 所以喇叭就不得不一味的关系 我不懂啦 但是真的,如果你在看戏打游戏的时候 它是完全挡完那个声音的 真的是很反人类啦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我真的会用到有点败息啦 那S22 Ultra这一次不止在堆掉啦 其实在相机软体的油画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这一次搭载了108MP的主色 12MP的超广角还有10MP的长焦和前望 那除了超广跟主镜头都跟去年的S21 Ultra的一样配置之外呢 其实其他的都已经用上了Sony IMX754啦 那其实你要从配置的数据上来看的话呢 它是缩水的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的差异真的不大 所以我觉得无伤态啦 首先,白天样张它只要侦测到有天空有树 那自然就会把这些元素都给显现化 还是一如既往的三星风格啊 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场景它都处理得很到位 一如既往的高水准 颜色够 sharp 细节也抓到够细腻 这一次我觉得有个不错的提升是 在3倍跟10倍的样张下 因为有新AI算法的关系 所以可以明显feel到跟上一代有非常大的提升 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 其实这样张几乎都已经看不到瑕疵了 真的是非常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在人像模式也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首先,景深的效果都做到了更真实的效果啦 最主要的是在这一些边缘的虚化 跟人物头发的细节都处理到更加逼真的效果 虽然没有三星在发布会讲到 就是把头发就是刻画到栩栩如生啊 而且这个模式也不常用 但是我觉得要用到的时候呢 它还是会非常好用的 8K画质我就不讲了 反正你看不到也不常用到 主要我们还是把焦点放在4K 60fps身上吧 我觉得它整体的画面很细腻 颜色的调校都已经做到很好了 有一点我觉得三星这次的刀法是对的 就是它用上这一次全新设计的防手震模组 数据是讲提升了58%的防抖位移范围啦 实际上作用和实用性是真的很明显 我其实这几个shot啦 都没有开Super Steady的前提下 它就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稳定 对焦速度这样快 而且这一段期间我大概也录了有10来分钟吧 手机的温度其实还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软体跟硬体的配合 我觉得相当满意 地景部分虽然这一次三星有特别强调是 用了这个全新的算法跟技术啦 但是我觉得其实真的没有他们讲的这样厉害 就夜景模式而已 但不要觉得我在黑 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进步 没有他们讲的这样夸张 但本身的实力我觉得 已经是旗舰机里面的第一题对了 不论从光线、人潮、夜色还是暗部细节都出了非常细腻 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而这些照片几乎都是秒拍也可以秒开的那种 就算算法却要最准啦 也是两秒钟的事情而已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不开滤镜 后期不调色的情况下 它的实力非常强 也不需要充值什么mark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这次SoC用上了高通最新的Snapdragon 8 Gen1啦 也是目前市面上最顶配的处理器来的 那大家也知道三星的旗舰机一项以来呢 都是有分高通消融版跟Essynos版的 那大家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呢 留言下面给我知道吧 硬件也没有什么好调剔的啦 不过比较失望的是去年的512GB是搭载16GB的RAM 今年的512GB却只有12GB的RAM 其实我觉得12GB是真的很够用了 而且我这两个星期这样子用 我也好像真的用不到12GB这样子 但消费者形态 你懂的啦 这几天我有试过玩原生和COD下来 我觉得它其实不是很适合拿来打游戏 那这里的话如果你想看讨分 看那个性能去到有几max啊 这样我觉得你可以看看其他人的视频 因为你来错钱了啦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直接聊聊 处理器常规的问题 功耗还有发热啦 先讲发热吧 其实比起去年今年是好了一点的 特别是在室内使用的部分 大部分的时候我是用到舒服的 那去到室外我觉得热还是会热 但是没有吹水 在那一帮人讲到就是热到那么夸张啦 戴上渴后其实那个热度的感知呢也不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要来点轻度的小游戏 是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至于在续航跟待机方面就三星风格吧 520大电池虽然看上去很大 但如果高刷夹2K开完的话呢 还有一个处理器的因素 用半天就要开始找Powerbank啦 而这一段时间我其实还有参着iPhone两个一起使用的哦 所以我觉得它整体的续航其实是不如那个S21 Ultra 那讲到这个的话就顺便提一下 这次的45W真的感知不强就算了 如果要用的话还要用一个5A线 重点是盒子里面给的那个是3A线罢了 这里我觉得它这个环保真的是有点太坑啦 那除了续航真的是很不给力之外啦 那景念它的更新跟改良的地方真的是蛮多的 我也不后悔去买它 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几乎是毫无惊喜可言 只是把很多系列的设计拿回来用一用 就一台普通升级的旗舰机 但我觉得反而它做到可以维持稳扎稳打的表现 是好过让你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的啦 最让人动心的是它至少给了我一个4年的软体维护 那至少我感觉到它的诚意是做得很够也很足够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一项Note跟S时间的区别啦 就是多了一支笔罢了 所以两者的融合我觉得其实是对消费者是最好的 喜欢传统手机的就拿S 喜欢突破的 喜欢玩新科技的 就拿C Flip或者是C Fold啦 比起两年前玩三星手机跟分享三星手机的心得 其实我自己的心境也变化的蛮大一下的 希望喜欢LEX跟不喜欢LEX的都可以重新开始接受全新的我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可以 明镜需要您左右